第四十六集 在这荣耀和赞誉,侯府消失的大公子横空而现 左倾怀身边每一个知道消息的人都变得闪烁其词,暗路怜悯惊 左倾怀心底说不出的复杂 他知道与对方不可能不见,却又怕见 更不知见了如何自处 当年左倾怀究竟因何失踪 又为何多年不闻音讯,直至去年才现身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相逢,是偶然还是刻意 他究竟为何而来 企守局 长夜无边,幽语慢慢鸟鸟地洒落 江岸空气的浅滩拢在雨中 细细的生赖如春蚕食丧 江畔一座孤亭明竹高烧,清灰盈盈 成为暗黑的天地间唯一的光明 温思温在亭中平澜而立 只计把玩着一枚精巧的玉鸟 一个比一叶更深的影子悄然而现 不禁蒙住了脸庞 露出了一抹令人心动的雪额深眸 带着晶莹的雨雾 似画外天女踏破虫埋而来 温思温目光一跳 半是惊异半是惊艳 你在公子身边敬畏易容 苏云乐沉默以对 并未摘下负面的碧巾 温思温的视线在他眉眼间流连良久 神色渐沉 掺着一缕微妙的杜意 你连我都放得紧 居然肯在他面前不真容 苏云乐无意解释 紧道 这次又是什么 温思温哑了一瞬 呼得脸了神态 恢复了谈生意的腔调 听说你近日跟他有些不寻常 我还当是谬传 看来也并非无根之意 庭外的世界是一片无尽的黑暗 话语仿佛落入了虚空 既然你攀上了高枝 想必几件生意给另做安排 停了一会儿 不见苏云乐接枪 他心下闪过了无数的猜夺 滋味越发难忍 出言朝道 清安侯府地位尊贵 内地却不简单 更不可能容许一见胡姬登堂入室 几多年的交情 我提醒你一句 别对美色既往过高 他抬起结 眼眸又黑又静 晕着天光出透时的寒冷 我想离开 他不让 用你来制谢我 闻思渊一正 阴郁顺时转为兴奋 左倾慈对他的兴趣显然超乎预计 他立刻有了盘算 是他扣着你 不必理会 你先避避 带他来找我 再谈其他 他默了一会儿 声音有点色 你无非是想要卖个更好的酱 去吐胡罗钱 你承诺过什么 闻思渊自知理亏 然而他老于事故 又岂会为一句质问改变主意 当下便转了话题 贺卫白 有消息了 苏云洛明显地专注起来 冲口而出 在哪 优势又回到了闻思渊的手中 他带着商人惯有的精明 不慌不忙地转动着指尖的玉鸠 苏云洛稳住了神 你有什么 闻思渊早已想好 从怀中取过一个木盒推过去 徐徐地开出条件 替我取一面双节透光宝镜 此禁相传为花蕊夫人所有 静明如玉 透之如庆 正午时光 银可透 现为福州城外的桑原主人 杜夫人所有 净途和藏匿之处在河州 两日内 我要见到食物 两日 事件大会在即 江湖豪侠云集 当前又难以易容 苏云洛漠然良久 言归红在附近 玉鸠自闻思渊的指迹弹起 被他一挥收入了宽秀 起身走入雨幕 留下了一句飘淡的话语 那又如何 你又不是第一次对上他 不想做尽可放弃 但规矩你也清楚 我不会的 苏云洛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幕府的房中 卸去了面金和进尸的外衣 文思渊的条件充满了恶意 挑在这一时刻迫他行窃 无疑是为了激怒左倾茨 一旦侯府公子发现他不再受控 作为中间人的文思渊 也就拥有了一家的筹码 赢取了重新进入交易的机会 可左倾茨又岂会听凭百步 一路上他有形无形的试探 全都是为了抛掉文思渊更直接地操纵 不想受制其中 唯一的办法就是如左倾茨所言除掉文思渊 可他需要钱商的消息 也需要他将窃来的宝物出手 尽管狡诈无常 众力妄议 可是白小公子毕竟是合作最久 江湖中人脉最广 而且又有了贺伟白的消息 他已经别无选择 夜随着漏声一寸寸流逝 苏云落发了好一阵呆 直到黎明前才在榻上盘坐下来 半个时辰之后 对面绣榻上的人翻动了一下 狼牙郡主仿佛是碰上了什么噩梦 额纪渗出了汗 从沉眠中醒来 朦胧的光影透过沙漫 将屋内的情景映入了他的眼帘 一个在胡榻上跌盘的影子 在淡淡的曙光中 手掐子舞 足分阴阳 双腕至于膝上 食指虚处 掌心向天 双目七分闭三分针 姿势奇异 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狼牙郡主的青眸默然睁大 先知无意识地掐入了掌心 直到看清对方 有一张身锈脚白的胡姬的脸庞 他才清醒过来 心头仍在计乱地跳动着 脸上一片失凉 抬手一试 不知不觉间 竟已泪流满面 直至中午 阮静岩还是有些恍惚 总是不自觉地瞧着苏云落发呆 倩恨忍不住轻壳一声 狼牙郡主这才说回目光 发现左倾茨正微差地望过来 倩恨不清楚主人为何异常 灵巧的圆场 就算昨日探望 见着杜夫人病逝不浅 小姐也不宜忧思过重 时时牵略 左倾茨随言劝慰了几句 今日威宁侯与左倾怀被请去宴饮 唯有他以疲累为由推却 令福州最好的酒楼送来了一桌席面 邀狼牙郡主及苏云落在内院小饮 苏云落沉默地进食一言不发 他力来话少 旁人也不觉意外 刚咬入了一块糖醋小排 他突然顿了一下 抬手辅助了腮 左倾茨停下注 怎么了 苏云落闭口不言 一双身带的眉间紧紧地促起 当牙郡主身判的欠痕一打量 忽然醒悟 苏姑娘 金晨思有些牙痛 会不会是磊果实多了 引得虚火积聚所致 左倾茨有了一丝意外 云落可让我把个脉 突如其来的疼痛 激得苏云落同眸 酿起了水意 比平日更为忧深动人 听见她的话语 时一片刻才伸出了手腕 左倾茨的目光 凝在了她的脸上 唇角引现笑意 果然如此 才吃了几个力果心会这样 稍后我替你开张方子 倩恨跟着狼牙郡主多年 颇受宠爱 言语也较为随意 文言笑道 也不知几个 侯爷送来的力果不提 还有晚上送之房中的一盒 此物火盛 我也忘了提醒 我想将害得苏姑娘生了牙痛 苏云落略略地僵了一下 左倾茨的三根长纸 还按在浩白的细腕上 不动声色道 昨晚有人送了一盒力果 倩恨无心而答 嗯 也不知是什么人 本来也没头没脑的 倩恨 狼牙郡主柔声截断 替我盛碗汤 倩恨是何等的乖诀 历史地郡主 盛汤换盘 再不开口 左倾茨的视线 在几人的面上转了一转 也不再问下去 换了话题 不知杜夫人如今情形如何 想起了倚母的病情 狼牙郡主顿时心头沉醉 勃叹了一声 倚母憔悴得很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问了问伺候的丫鬟 起先仅是雷若体虚 后来外邪入侵 寝食不调 桑园那样安静 倚母仍是难以入眠 近况越来越差了 左倾茨宽慰道 其实我也略懂齐皇之术 若是郡主信得过 我愿略尽眠力 狼牙郡主第一次听闻她懂医术 虽不了解手段如何 却仍是礼貌的致谢 公子有此心 我替姨母谢过 明日我还要去一趟 若是有侠 左倾茨知情识趣地接下去 正好明日无事 自当与郡主同行 苏云洛直着快 低着头久久没有动 杜夫人嫁入世家 平日离养尊处优 所依必是锦绣 所用必是金玉 极致年长地位更尊 一群子媳环次左右 然而并是一尘 富贵全无半分作用 金碧奢华的器皿 映衬着枯稿的容色 一发显得凄惨 杜夫人在榻上气息奄奄 瘦得脸目深陷 半昏半沉 丝帕下的腕臂 干瘦如柴 待枕完了脉 左倾茨转至隔间 狼牙郡主及杜夫人掌袭 正在房中静候 左倾茨缓缓而树 杜夫人本是气须 后来又染了伤寒 这表面上似是热症 可是骨子里却是寒症 一经有阴盛隔阳余外之说 杜夫人体内阴气极盛 虚弱的阳气受破余表 这长衣便按热症调制了 可是越治越是危险 如今我见她指尖发青 正是虚扬将散的征兆 一番话听得狼牙郡主目露惊骇 欲指紧握 原来竟是被庸医所悟 姨母献下可还有救 左倾茨铺开尖指 鼻走龙蛇 药方一挥而救 立即取姜片制学 我先为夫人施针 暗方煎好糖药 紧速送来 这位侯府公子太过年轻俊美 全不是平日严谨的 好手白须的医者 掌袭杜和氏 虽然将信将疑 到底不敢怠慢 一眼主人照方办理 在治学之后 杜夫人服下汤药 不多久汗出如浆 待汗止后 竟生出了食欲 这是数月来的头一次 杜甫上下无不大喜 杜和氏喜出望外的致谢 突然一个大丫鬟匆匆而来 覆耳术语 在这边 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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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